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望 明年美国四大外交任务 包括继续跟中国接触 而美国会支持乌克兰跟以色列 大陆元旦开始终止 秉息等部分台湾产品关税减让措施 台湾业界说会影响贸易 美国总统拜登坚持宣传 拜登经济学的成果 有报道说 华府打算要增加 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关税 众辉谈 美国遏制中国战略并没有改变 2023年 全球非常的不平静 从经济上来说 全球的复苏是非常不均衡的 从地缘政治上 塔海局势 南海局势 甚至是印太局势 那种紧张态势 是在蠢蠢欲动 这些背后都是有美国的身影在里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0号举行了年度记者会 谈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包括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明年有四大任务 跟中国有关 美国国务院 在20号的年终记者会上 国务卿布林肯从乌克兰 以巴冲突到区域合作 细数美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 和未来努力目标 在谈到印太区域的时候 布林肯说 美国会持续以强势地位 跟中国往来 他也说 美国努力跟中国高层恢复交往 采取了实际的行动 减少竞争演变成冲突的风险 并且在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 布林肯二十号在美国国务院 召开年度记者会 他表示 美国的第一大外交要务 是团结全球各国支持乌克兰 第二大外交要务 就是继续与中国接触 第二 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接触 从一种力量的力量 我们将继续与中国接触 我们的优优优优独播剧 并没有更加强烈 在同时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 开始在我的旅程中 在军中 我们使用了我们 布林肯称 美国的第三大外交要务 是继续组建和领导联盟 以解决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问题 第四大要务 是继续支持以色列 确保10月7号的袭击 不会重演 并尽快结束 把以冲突减少平民伤亡 在讲话中 布林肯提到 上个月中美元首 在旧金山的会晤 取得了切实进展 有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会晤中 向拜登表明了统一台湾的决心 对此 拜公回应称 这符合中方的一贯公开立场 拜登也表明了 美国对一中政策的承诺 以及美国不支持台独 如王天义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说明年会继续跟中国保持接触 但是他在讲话当中是这样 叫做以强势地位跟中国往来 我问你觉得这个强调强势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强势地位就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就是在阿拉斯加的会晤上面 当时是布林肯和萨利文两个人 是对着杨洁篪和王毅提出这个强势地位 结果呢双方互不相让 就吵了很长时间 我们其实看到布林肯他宣布 美国是四大外交的任务 第一个还是乌克兰 但现在大家都清楚 乌克兰那边可能已经守不住 所以呢就出现了要和谈 所以他这个时候更加要动员盟友来形成一致 第二个他说跟中国接触是第二位的任务 但是呢还是要在印太地区拉拢那批人 美国虽然说的很强势 那他又说了他在印太地区和那些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最牢固的时候 还是拉着来群偶另外一个 就是针对中国 遏制中国 第三个还是要团结全世界的这个盟友 第四个才到巴尔 其实当前他最紧迫需要处理的就是巴尔 他有意识地把它顺区往后排 就是让大家选择不要去看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看得越细就越知道 以色列和美国是一伙的 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靠山 以色列赶在加沙地区为所欲为屠杀平民 其实背后是美国在那里帮他撑腰 所以从中美关系的这个情况来看 虽然表面上说的是接触 但是你看所有的动作全是围堵和遏制 所以我们就来看美国明年的外交四大任务当中 一件一件来梳理情况会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在台海问题方面 两岸关系很重要 两岸最重要就是在明年台湾的大选 从现在开始到1月13号 不到30天的时间就要投票了 两岸的议题左右了台湾的选情 而美国深刻介入台湾的大选 包括对于台湾各个政党的影响 也使得台湾各个政党对于两岸的议题 是有一些犹豫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台湾目前的情况之下 大陆在21号已经正式宣布 由于台湾违法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规定 明年元旦开始会终止ECFA协议当中 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从2024年1月1号开始 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秉析 对二甲本等12个税务进口产品 终止试用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 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这是大陆方面最新的公布 原本在12月15号 商务部已经认定了台湾地区 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存在着 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 第三条所规定的情况构成了贸易壁垒 而台湾方面的石化工会就说 这肯定对贸易是会带来影响的 因为在ECFA早收清单539项当中 石化产品就占了88项 根据统计 台湾的石化产业去年对大陆出口 大约是62.4亿美元 比上一个年度同期减少了31.85个百分点 当中受惠早收清单的规模在17亿美元左右 如果没有了关税优惠 这些石化产品的关税会从0变成2%到10% 但是石化工会也说 这样主要看台湾方面政府对于大陆最新措施的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1号就表示 支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措施 同时也希望两岸双方可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协商解决各类问题 让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 朱凤莲说 民进党在上台之前攻击ECFA 上台之后不仅不采取切实措施 解除对大陆歧视性的贸易规则 还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 设置障碍恶意阻挠 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 严重阻挠ECFA措施 导致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终止ECFA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 总而言之 希望这个问题能够透过两岸协商来妥善解决 也希望民进党当局要承认九二共识 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明年台湾的大选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0号的晚上举行了这次大选的第一场证件会 两岸议题三个候选人针锋相对 侯友宜批评民进党的赖清德 台独的主张会引发战争 而赖清德就批评蓝银和白银 好像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是在选特首 那么在最近最重要的就是台商能不能够回去投票 那么大陆方面全国台启联的会长李正宏就表示 现在在大陆的台商呢 有意愿回去大概是有八成 但是现在两岸的运力还是有限受到限制的 所以可能会尽量看看小三通方面怎么来进行 有个最新的消息是 在明年元旦开始 中国大陆会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的关税 包括根据国内产业发展跟供需情况的变化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范围之内 会提高乙烯 丙烯和六代以下 液晶 玻璃 羁绊等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而中国根尼加拉高尔自由贸易协定 从元旦开始生效并且实施降税 外交部也表示 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包括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我一遍来分析 我们说在大陆方面 是终止ECFA对台湾的部分优惠 这个终止部分优惠是符合WTO的惯例的 其实在两岸2001年 同时加入WTO以后 台湾方面对很多大陆商品是单方面设限 但是呢 处于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 大陆一直就是承认台湾这种设限的行为 因为它是违背WTO的规定的 你想想看在WTO里边 如果说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对另外一个关税区 有大量的这种进口的壁垒 它是违背WTO的相关协定 但是呢 大陆方面也认了 我们说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 特别是在ECFA时事之后 大陆又进一步在自己的这个市场 开放给台湾的商品 但是呢 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这种 2001年形成的这个壁垒 它没有太多的松动 这就是最近在北京方面要检讨 两岸的这个经贸当中 有哪些东西台湾是没有做到对等的 符合WTO的规定的 因为台湾的民进党当局 天天说要跟北京对等 那这个方面你怎么就不对等了呢 所以呢 现在做的 我想只是第一步 就是在ECFA这个向下 大陆方面对台湾的原来的部分 又会给它终止 那另外可能还有后续的效应 就是如果说台湾不做出一个对等的优惠 可能其他的一些优惠也会更多的撤出 谢谢恩辉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印太方面 确实是有很多的潜藏性 可能会有跟中国很多的对抗性 比如说在印太战略方面 布林肯已经在其他的记者会当中谈到了 比如说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合作生产核动力前提 他们跟越南和印尼建立新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跟菲律宾签署新的国防合作协议 跟菲律宾和日本建立了新的三边倡议 在所罗门群岛跟东加建立大使馆 加深跟印度的关系等等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非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应约 跟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电话的时候说 中非关系面临严重的困难 根源在于非方改变了到现在的政策立场 背弃了自己做出的承诺 不断在海上挑衅私事 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非方务必要慎重行事 王毅表示 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共同维护海上稳定 但如果非方误判行事 以意孤行 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 继续声势声乱 中方必将依法维权坚决回应 马纳罗就介绍了菲律宾方面 在仁爱交问题上的看法 表示以希望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 管控好分歧 推动紧张局势降温 防止冲突扩大 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也表示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菲律宾方面务必要慎重行事 说这个已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菲律宾方面必须是要慎重行事的 那么再接下来 继续来关注的就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记者会当中也谈到了 四大明年的外交任务 四大方面的当中就是 第一个是要团结全球各国 支持乌克兰 第四个是要继续支持以色列 我们就来看这相关的部分 比如说在乌克兰方面 总统泽林斯基19号 在年中记者会上说 乌克兰军方已经要求要新增 45万到50万名乌克兰人 来补充跟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军队 但是这个议题需要更多的讨论 因为民众确实感到了反感了 由于跟美国方面 像是欧洲方面 军援也不确切 那么反攻又失利 相关的士气都很低落 美国方面确实是这样的 美国参议院说 年底之前不会批给乌克兰 新的金钱援助 美国参议院 民主跟共和两党领袖 都共同表示 参议院没有办法 在今年年级前 批准对乌兰提供援助的新方案 而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将近两年 美国到现在已经动用纳税人 超过1100亿美元 支持乌克兰的援助了 美国插手北欧防务 打算建立一个对俄罗斯的包围网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跟丹麦在19号宣布达成 一项1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 将允许美军进入三个丹麦的军事基地驻扎 这是继瑞典跟芬兰之后 再由北欧国家跟美国达成防务合作 形成对俄罗斯的包围圈 相关协议 这个星期会签署 然后交给丹麦议会批准 注意在巴以冲突 外溢到红海商船 航行危险方面 美国牵头红海护航 这个时候 胡塞武装组织誓言 如果他们遭到相关联盟的攻击 一定会报复 尽管这个局势不断升级 但是能源市场目前反应不大 埃西部油在78到79 纽约Max原油在73到74 而以色列再次押后 加沙议案的表决 联合国安理会 已经连续三天 推迟一份有关巴以停火 要求向加沙地带 提供人道援助的决议表决 这份决议通过的最大障碍 来自于美国 阿联酋希望草案 能够在21号上午进行表决 我相信 布林肯刚刚的说法就是继续坚持支持以色列 联合国外交人士透露 这份草案获得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障碍来自于美国 而且是唯一的障碍来自于美国 因为美国希望草案能够谴责哈马斯 冰修馆有关立刻停火等字样的内容 我们刚看到了在以哈冲突 还有俄乌战争这个消息方面 那么相关方面 澳大利亚国防部说 不会派遣军舰或者是飞机前往红海 韩国国防部说 考虑为红海护航来贡献力量 国防部门正在考虑各种方案 总和考虑国家的利益和地位 下期回来关注强调消息 我们到时候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京市财经 美国经济增长不错 美国的股市表现更好 但是美国总统的拜登经济学很不受落 不过他现在呢 在今年最后一场重要的活动当中 仍然坚持宣传拜登经济学 华尔街日报说 拜登仍然坚持宣传拜登经济学 尽管2024年大选前景堪忧 星期三 拜登来到了战场州 威斯康辛州的中心地带密尔沃基 目的是宣传他过去的法律 如何促进了黑人跟拉丁裔的业主 创办小企业 拜登一直在全美各地向选民解释 拜登经济学 这是他用来总结自己经济工作成绩的口号 目前拜登在民调当中难以取得进展 还输给了特朗普 对特朗普被科罗拉多州法院裁定 因为涉及叛乱不符合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拜登拒绝评论 但认为特朗普显然是支持叛乱的 就特朗普参选资格引发的法律诉讼 现在迅速蔓延 报道说美国又有16个州提起了诉讼 他们主张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 因为特朗普参与了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 所以禁止他担任公职 对于这个事情呢 共和党已经表示这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党派攻击 当然民主党就是跟共和党有不同的看法了 另外一个问题要关注的就是 华尔街日报报道 拜登政府正在讨论提高对电动车等部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 报道说 拜登政府官员长期在贸易政策上都存在着分歧 他们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大约有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征收的措施 但是报道说 白宫跟其他系统的官员正在对相关关税展开讨论 希望在明年初能够完成评估 但是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目前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25%的关税 而外交部在星期四说 这是美国的美式保护主义的升级版 上个星期四 美联储主席Bover的讲话暗示着 市场认为他暗示着明年就会降息 但是对此呢 有更多的困扰出现 到底明年什么时候会降息 相关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星期一的青石财经节目当中已经做了分析 而来自于有联储局现任支撑的华尔街日报 记者Nick Timberus就说 确实市场感到了困扰 他说呢 Bover的立场转变 引发了对美联储什么时候 以及多快降息的困惑 因为一些官员对市场居然认为 三月份会降息这样的可能性 美联储官员感到不安 而这些官员试图通过各种选项 来保持有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现在美国的十年期 长载收入率已经跌到了3.9厘以下 联储官员继续为减息降温 包括了美国艾特两大联储行长 博斯蒂克说 联储局明年下半年会减息两次 目前没有减息的迫切性 高盛就认为美元被高估 大概14%到15% 从10月份到现在 美元大概跌了5% 美元会价在星期四 102.25到102.46 人民币的收盘价 7.1450 下跌114个基点 今天内地股市轻微的上涨 港股今天是低开高走 恒征指数说盘上升7点 关于中国 明年的GDP增幅市场 认为大概5%左右是适合的 我们来看相关有些什么的政策 应该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调整 官媒新华社报导了 住房城乡建设部 相关司局及负责人的访问 表示部分城市 个别区域已经出现供应过剩 可以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 已批未建土地 司法处置的住房跟土地 来建设筹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避免闲置浪费 同时涉及土地财税和金融等 配套政策已经陆续出台 这是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 而国务院总理李强 新西安组持专题学习的时候就强调 要围绕更好维护公平竞争 进一步提升市场化的水平 以视同仁支持各类 所有制企业发展壮道 营造稳定透明规范 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同时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来自于经济日报盘盘的文章说 明年中国经济如果要稳中求近 那么近的话要落实到地方能快则快 说地方大省现在有四个大省 已经勇于表态会挑起明年经济增长的大量 包括了江苏浙江广东河南四个经济大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已经出来表态明年的经济 希望能够能够稳增长方面 而三个部门也发力 力争到明2027年中国的制造业质量水平 要显著提升 包括了工信部 国家发改委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来自于经济学家 月开证券研究院的院长罗称说 中国经济明年GDP的增幅 定在5%左右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谈谈的就是 一视同仁称民企 能快则快挺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提出的是叫以近处稳 所以就会出现要调动和发挥各方的积极性 我们看一下现在哪些东西积极性不够 而且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就能够有助于去实现2024年的仍然目标的 那从所有制的情况来看 就是民营企业 就非国有那一部分 非政府主打那一部分 怎么样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最近的文件也好 最近的各种报道也好 就越来越多的谈到一视同仁 特别是在这个房地产领域 这些民企的房地产企业 他们在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还有银行体系的支持方面 要体现为一视同仁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其他的行业和领域 怎么样调动这个民企来做更多的投资 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也会细化下去 另外一块就是中国呢 它有的地方 它还是有这个相应的条件 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快一点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财政 它的债务负担不是那么重的 还有呢 它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部的市场 还是本地的这个产业升级 都还是有动力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这篇报道说到的 对地方政府的 特别是省级政府 让他们的发展就是能快择快 这就出现了像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几个大省 像广东 江苏 浙江 它是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快一点的 当然这方面它又要和这个中央的政策 形成一个匹配 还有呢就是这些地区 它也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快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体现为 对于民营企业的一视同仁 就需要这几个省从上到下 从省级政府到地方政府 比如说深圳这样的 杭州这样的 还有江苏 像苏州 就是苏南地区这一带 它更好的发挥民营企业 这就要地方政府创造性的来实现一视同仁 但是在这些省当中 我特别关注到河南 它也进到了这个大省 而且它也具备这个能快 这块的基础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像河南 它的农业还是很稳固的 那么由于河南 它是个人口大省 它的内部市场 还有呢 它一些郑州这样的大城市 怎么形成一个更好的内部循环 也是非常关键的 谢谢文辉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